大家好,今天我们继续解读《一生的忠告》这本书,今天我们要分享职业篇,职业是非常重要的,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,如果一个人没有特别感兴趣的职业呢,我们可以选择那些不受区域限制的职业。 就算我们迁到别的地方,找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,有很多的医生移民到国外的时候,受到了相当的压力,因为其他国家的医疗行业,医疗培训都是有严格的规定,规定也不尽相同。 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,我举一个人物啊,来说明,这个人物呢叫帕瓦罗蒂,歌唱家,他出生在意大利的一个面包师家庭,父亲是一个歌剧爱好者,从小就耳濡目染。 长大之后呢,帕瓦罗蒂啊,仍然是喜欢唱歌的,不过他更希望自己成为一位老师,他喜欢孩子。 他问爸爸,哎,我应该怎么选择呢?当老师呢?还是当歌唱家呢? 他爸爸是这么回答他的,他爸爸说,孩子啊,有两把的椅子,如果你想坐在两把椅子上,你只会掉到两把椅子中间的地上,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。 听了父亲的话呢,帕瓦罗蒂啊,就选择了当老师,不幸的是什么呢? 他缺乏经验,调皮捣蛋的学生呢?哎,他管不了,最后啊,就离开学校,又选择了唱歌。 可是唱了七年,他还是无名小辈,眼看着周围的朋友啊,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,也结了婚了,他呢,养家糊口的能力都没有,哭恼极了。 偏偏这个时候啊,帕瓦罗蒂的声带上,哎,长了一个小节,有一次在演唱的时候呢,被大家轰下台了。 这样的失败,让帕瓦罗蒂呢,产生了想要放弃的念头。 不过他冷静的想起了父亲的话,于是啊,他坚持了下来。 几个月之后,在一次的歌剧比赛当中啊,哎,他出头了,演出结束之后呢,帕瓦罗蒂啊,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。 后来有人问他,你为什么会成功?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,他说啊,我的成功是在于,我选对了施展才华的方向。 他认为一个人要想体现他的才华,就要选对人生啊,奋斗的方向。 所以关于职业篇,最重要的就是选定,选好,选择好,适合你的职业。 有了适合你的职业之后呢,干起来了,接下来你在这份职业当中,要以良好的心态度过每一天。 有四句话可以让你快乐起来。 第一句话,把自己当别人。 第二句话,把别人当自己。 第三句话,把自己当自己。 第四句话,把别人当别人。 啥意思呢? 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,你把自己当做别人,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 在别人遇到挫折的时候,把别人当自己,学会给别人关爱,吸取经验。 想想,我遇到同样的事,我会怎么做。 当你缺乏自信的时候,把自己当自己,你就是你自己啊。 为什么要用别人来衡量你自己呢? 要学会尊重你自己。 在别人的爱好和习惯和你有冲突的时候,你要把别人当别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这四句话,让我们快乐起来。 在职场当中,我们还要准确的认识和评价自己。 法国文学大师巴尔扎克,我们很熟悉。 他经营过软木材,开采过银矿,办过印刷厂,都没有成功。 终于他发现了自己写作的天赋,前行写书,成为一个文明世界的作家。 一个人一辈子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,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生活都体验一遍,然后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。 那我们怎么办呢? 尽可能在短的时间里面,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,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能。 很多人都是平庸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 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才能啊,而是在有生之年呢,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才能。 世界上有许多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,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识了自己的才能。 在工作中啊,难免会受到上司的批评,我们如何对待上司的批评呢? 从批评中,我们确实能够受到教育了,能够得到启发,改进我们工作的方法。 最让上司恼火的,是我们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,把他的批评呢,置若罔文,依然是我行我素。 这种效果啊,比当面顶撞可能更糟,因为他感觉你眼里没有他。 如果我们接受批评,有时候才能够了解上司。 有时候接受批评,才能够体现对上司的尊重。 如果你觉得上司让你下不了台,在公众的场合,反过来当面的顶撞,也让上司下不了台。 如果我们大度的接受批评呢,上司可能在潜意识中会产生内疚之情,感激之情。 他也会琢磨,哎,我这次批评是对了还是错了呢? 靠耍威风啊,来显示自己权威,获得别人顺从。 这样不聪明的上司是不多的,真遇到这种上司啊,更需要我们大度能容。 因为如果这样的情况有多次发生,跌面子的不再是你,是他本人了。 上司为什么批评下属? 有时候是发现问题,纠正。 有时候是告诉你不要太自以为是。 有时候为了显示他的威信和尊严,要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有时候是杀一紧白,把杀鸡给猴看。 明白了上司为什么批评,我们就能够把握情况,从容应对了。 有时候上司对我们的批评啊,也表明对我们的器重。 甚至有时候啊,晋升的机会从上司的批评中得来。 那我们怎么样对待上司的批评呢? 做好分内事,让上司不操心。 工作之余啊,主动的和上司交流,最重要的是让他知道你的想法。 可能的话呢,多关注一下上司,努力的成为他处工作以外的朋友。 切记一定要给上司留面子,尴尬的时候帮忙挽回面子, 还有将功劳留给上司。 在工作中,我们也要学习口才,借一流的口才来推销自己。 各位读过一索预言吧,作者一索言情的时候呢,还当过奴隶。 有一次啊,主人要他准备最好的韭菜,来款待一些哲学家。 结果呢,菜拿上来了,主人发现,满桌都是各种动物的舌头。 啊,简直就是一桌舌头燕。 这个主人气急败坏,说,哎,我不是叫你准备一桌最好的菜吗? 那一索就很千功有礼的回答说,哎呀,主人啊,在座的贵客都是知识渊博的哲学家。 需要靠舌头来讲述他们高深的学问,对于他们来说,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舌头更好的东西。 哎呀,哲学家听了,对他的陈述都是开怀大笑。 第二天,这个主人呢,又要一索准备一桌最不好的菜,招待他最不喜欢的客人。 宴会开始了,没想到拿上来的又是一桌的舌头宴。 这个主人是火冒三丈,质问一索。 哎,昨天你说舌头是最好的菜,怎么今天又变成最不好的菜了呢? 这一索啊,镇静的回答说,主人啊,祸从口出啊,舌头会为我们带来不幸, 所以呢,它也是最不好的东西,一起化,让主人对一索是刮目相看。 所以,我们要学习在职场上,借一流的口才推销自己, 像推销员那样训练自己的口才,非常的重要。 在职场里面呢,我们也要学习像天才一样的思考。 很多人不知道思考的重要性,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卓游成效的思考。 天才他们常常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理解新的事物, 而常人呢,却需要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做到。 他们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做到这一点, 关键在于他们能够抓住想要了解的事物,甚至能够抓住精髓。 最重要的不是,你是不是天才, 最重要的是,你要有一套啊,卓游成效的正确的思考方法。 天才就是明白如何想得更深,想得更深一些, 并且呢,带着创造的精神去想问题的一些人。 他们是高级的思想者,他们的思维啊,总是具有发展力。 有些人由于没有人指导他,也没有人鼓励他, 人们相信,开始相信自己没有创造力。 我们要相信自己是有创造力的。 另外呢,在职场里面,我们要在娱乐中体验美好的人生。 吃和玩乐嘛,玩不能够没有,玩也有这个档次也有高低之分。 年轻人容易掉进娱乐的陷阱。 年轻人往往直途玩的高兴,不太在意玩的内容是否有益于身心健康。 婴儿呢,不懂得慎重选择娱乐的方式。 一个人郊游不慎的话,会染上诸多的恶习,迷失自我,糟蹋健康。 一个真正懂得娱乐的人,他不会去那些不适合身世前往的娱乐场所。 一个不了解娱乐争议的人呢,会浅薄的把娱乐等同于吃和嫖赌这些不正当的行为。 你想想看,一个品行端正的人,会和一个整天喝得醉醺醺醺的朋友成为知交吗? 那不可能啊。 我们如何克服社交里面的庸俗习气呢? 在生活作风这一方面,庸俗习气是社交的大敌。 第一种庸俗习气是吃吃喝喝,有一种说法说,朋友朋友抽烟喝酒。 第二种庸俗习气是玩玩闹闹。 第三种庸俗习气是沉溺于玩乐。 第四种庸俗习气是闲聊扯提,说一些有的没的。 在工作的场合里面,我们还要学习专心致志的来做每一件事。 一个不能全神贯注,做任何事都不专心,总是三星恶意的人,很难获得成功的。 就算是游戏,也很难玩得尽兴。 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叫天才吗? 天才比别人有突出的地方,就是他能够集中精神在同一件事情上,不被其他的事物所干扰。 没有这个能力是成不了天才的。 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,却想另外一件事情,我们要反省一下自己,为什么我要想着别的事情? 此时此刻出现别的想法,合适吗? 有些人说,哎呀,如果你不能集中精力工作,把工作放在一边吧,让自己放松一下,想法是不错。 可是有的人呢,就算是放松一下,他都不能够集中精力。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了,这些人最容易患得患失。 总而言之一句话,成功就是一连串的专心致志的奋斗。 所以我们要静下心来,开始做一些几年之后能够获得成功的事情。 在工作中,时刻不忘反省自己,在比较中进行反省,比较可以带来进步,不过先要了解自己的独特之处。 工作中,习惯决定成败。 1978年,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,有人问其中一位获奖者,你在哪一所大学的哪一所实验室学到了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? 出乎意料之外,他说我是在幼儿园,幼儿园是习惯培养的地方。 工作很多原因也是为了赚钱了,我们对待赚钱,对待金钱要有一些智慧。 一个人如果纯粹是为了金钱而生活,他不能快乐,物质的需求只是最低的需求。 获取金钱只是一种手段,是实现理想的手段,理想要比金钱重要的多。 上帝把钱作为礼物送给我们,目的让我们购买这世间的一些快乐的东西。 不是让我们把钱攒起来还给他,钱不是罪恶,也不是咒诅。 他可以成为祝福,钱和女人都生有结实的翅膀,你越紧追吧,他逃得越快。 金钱是山上的树木,成性是山中的泉水,持有股票一定要比拥有现金好。 金钱是没有姓氏的,更没有履历表,不是说我非得哀穷,别人非得富有。 一个没有空闲,不会合理安排时间的人,是难以赚到钱的。 最后呢,有些人想要尝试开创自己的事业,有些人为了赚钱,享受赚钱的乐趣。 有些人呢,想要自己当老板,不受他人的支配。 有些人呢,想要获得一种被他人认同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 你希望做自己的主宰,可见你有强烈的自立心。 在别人的管辖下工作,可能你的热情会大大的降低,如果是这样,可以放手去做。 有些人不受约束,工作反而会更加的顺利,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高。 从这件事来看,你如果选择自己创业,自己当老板,当然你的工作会更顺心一些。 不过如果你要创业的话,就不要再指望每星期只工作40个小时。 很多人创业之后都说自己每天都好像在赛马。 就算不能跑过其他的马,也起码要保持和其他的马并驾齐驱的速度。 有很多创业者成功的故事,也可以鼓励我们要坚持。 李嘉诚步入社会之后,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茶楼做跑堂的。 松下电器的创始人,松下信之助,在少年时代只接受过4年的小学教育。 咱们中国这个马卫都也只有接受我4年的小学教育。 这个哈莱德·桑德斯创立肯德基之前,只是一个小小的轮胎推销员。 不怕起点低,就怕你不坚持,找不到合适你的事业。 好,希望今天的分享给你带来一些启发。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